Hello, 我是Vincent Hello, 我是 Chrissy 今天我們在哪裏? 我們現在在榮業巷 Cricklewood 今天我們不是吃Burger,不是吃點心 又不是吃Pizza,又不是吃Fish and Cheese 那今天我們來吃甚麼? 我們又不是喝茶,我們今天來吃茶餐廳 也好,有甚麼好介紹? 是廣式茶餐廳,現在立即去片 OK 未去片之前,麻煩大家可以幫我們看廣告 因為廣告對我們這個頻道的營運是非常之有幫助的 如果廣告播的時候,可以由廣告run 你可以去洗手間,沖杯咖啡喝,或者倒杯可樂喝 可以由廣告run 好多謝大家幫我們看廣告 是呀,麻煩大家幫我們看廣告,好多謝大家 好多謝大家, OK 我們現在事不宜遲,立即去片 這個就是餐牌了 它有很多食物,有粥粉麵飯,都很齊全 炒粉炒麵甚麼都有,炒飯,又有燒味 晚上又有晚飯小菜那些 屬於茶餐廳經營模式,這裡也挺港式的 這裡也挺多飲品的,各式其式 哇,很美的港式專手湯河 哇,看到都流口水 還有一碗很美的港式牛腩湯麵 哇,看上去很美 還沒吃,但看上去就很美 有些蔥花似的,對嗎? 這杯是港式熱奶茶 還有一杯凍豆漿 我們不客氣了 我們不客氣了 嗯,好吃 很棒,是嗎? 這麼夠軟 試試這個 嗯,很軟 軟了嗎?軟了就很棒 很有味 好 嘩,很軟 你看看 很軟 我一夾它就馬上拆開 有骨頭自動分解 有骨頭和肉 很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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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豬手最重要是炆得夠軟 你看 你看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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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南乳的味道 很漂亮 你看 很軟 你看 那些肉和骨頭已經分開了 已經 河粉就是這樣 喝一口湯給大家看看 很重的南乳味 很棒 很港式 如果大家在香港吃過 南乳豬手和豬手湯 你不會投訴 這個很好味 這個燒肉 是剛剛燒完 沒有了就拿出來 嘩 每天都是這樣 每天都是這樣 師傅 我們一向都是這樣 因為燒完 就是很高興的 是啊 即日賣完就沒有了 真的很新鮮 如果香港人來到這裡 不用擔心沒有燒肉吃 很漂亮 港式菠蘿包 如果大家喜歡吃港式菠蘿包 這裡就可以賣了 自己做 不知道能否證明到 有些人可能自己會做的 你覺得怎麼樣 剛才我們去吃茶餐廳 那間茶餐廳當然是中醫 我平常都有去吃 是啊 為什麼呢 有幾個月沒有吃 很多個月 我們自從疫情 就未來過這裡 我們上次在Koydon 那間榮業行 喝茶吃點心 好吃的那間點心 但這次我們來到 Cricklewood 這間榮業行 我們就選擇吃茶餐廳 因為我們那陣子吃過 覺得很好吃 這次來到我們點的兩碗麵 我吃河粉 他吃的麵 真的很好吃 我補充一句 因為我不可能一天吃 這麼多不同的食物 我只可以拍到這麼多給大家看 如果大家有興趣 想吃一些廣式茶餐廳的粥粉麵飯 如果你不出唐人街的話 這個是其中一個很好的選擇 剛才進去超市那裏 都幾多東西買的 大致上你要買到的 亞洲美食裏面要用的材料 柴米油鹽醬醋茶 它又有韓國的即食麵賣的 還有它又有其他亞洲醬料賣的 都幾齊全 還有海鮮 我見到海鮮都幾新鮮 選擇種類就沒有香港那麼多 但基本上它們有的海鮮類別 都可以給你買的 不算很齊全 但是有的 你看到的樣子也算是新鮮 我覺得都可以來這裏買菜的話 你不用出唐人街 你開車來這裏都很方便 我們現在坐下這個地方 叫Blanc Cross Shopping Center 剛才我們在榮業行那邊 開車過來 都是只不過幾分鐘的車程 很近很方便 它不夠Westfield那麼大 但它不是很大又不是很小 不過大部分都是大陸的牌子 大陸的牌子 名牌就沒什麼了 中低價也有 好像剛才你買了一雙鞋 你都可以馬上試了 試了對著 然後就馬上買兩雙 對呀 我們不用在網上買 有時候都不錯 有時候如果不合理的話 就有點煩 要回到那件產品 對 還有它這裏有 Max & Spencer 有M&S 可以購買一些購物 這裡又有咖啡店 還有我喜歡這裏的car park 它有露天的car park 還有它也有室內的 好像今天這樣 有陰天 又有少少雨 那你拍在濕內 就不怕突濕了 可以進來 是不用錢的 這裏拍車 不錯的 你來購物一抽二代 都不用擔心 它不用錢 對呀 現在很少購物中 有免費不用錢 拍車的商場 對呀 還有它又有Apple Store 我看到這裏 對呀 現在我們在Wembley IKEA 我們剛才去完Brain Cross 駕車過來大約是13分鐘左右 對呀 這個商場駕過來 都是13分鐘而已 真的很近 很近 哈哈 對呀 我們剛剛在上高那裏 走完就回來了 我們發覺 英國的IKEA 基本上跟香港大同小異 所有家居裏面的東西 是甚麼都可以購買 但是這裏再多一點點東西 為甚麼呢 因為這裏英國 很多人家居住house 有花園 有花園 還有廚房又大些 比香港又大些 變成他們這裏的showroom 是kitchen的showroom 它會比較適合英國的layout 即是廚房裏面的layout 還有設計 有island在中間 各式其式的 是很多選擇的 其實它還有 它的living room showroom 又是很多不同的形式 可以給大家選擇 非常之不同的選擇 沒錯 對呀 還有它就算買被子 買床褥 買梳化 就算買燈 它們的燈色 不同形式的婦式 全部都有 我相信 很希望大家 曾經有人問過我 Vincent 我想問問你 如果在香港 運一些傢俬 運香港的傢俬 英國應該要多少錢 值不值得 這樣去做 其實我想在這裏 不斷地說一下 其實你如果那些傢俬 並不是很需要保持 因為沒有辦法 譬如你是家存之寶 如果家族遺留下來的傢俬 又或者是antique 其實我們建議 就留在香港 來到英國 重新買過你的傢俬 因為我覺得運費不太值 因為買傢俬 也不貴 是啊 其實如果你不是很廣告 其實IKEA來說 這個價錢 你什麼都買光 你想想運費 我相信 一家四口 一家六口 如果家族遺留下來 它的運費 你包一個貨櫃 都不便宜 不便宜 那倒不如輕鬆鬆 過來 然後在這裏 重新買過 新的傢俬 是啊 反正你也重新 你的新生活 是英國 那你不欠傻 那些傢俬都是新的 那些被子不要要了 有人問我 那些被子會不會帶過來 如果不要太廣告 IKEA是幫到你的 如果你想買一些 很特別的傢俬 這裏都有 那些antique 那些furniture 其實這裏英式的 那些 你想高級的 那裏都有 那一次過在英國買 除非是家傳之寶 就沒辦法 你迫著要帶過來 是吧 好啦 如果喜歡我們這裏影片的話 記得給個like 我們 還有分享這裏影片 給你身邊的朋友 如果未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訂閱 順便按旁邊的鈴鐺 要按全部 那你會收到 我們每一條影片的通知 還有follow我們的Instagram 還有我們的Facebook 你會收到我們最新的動向 那很多謝大家收看 多謝大家收看 OK 多謝了 下次見 拜拜